人生召喚 好上禮拜交了 AX plus B plus C 然後這是一條線 還記得AB是最條線的時候嗎? YES! 打成這樣 這是為什麼我們喜歡法線量的原因 因為你只要有方程是 所以你最先得到其他方程 我們利用這個特性我們就可以去求兩條直線的交角 那看圖就可以發現髮腔亮的下角會是這兩條線的其中一個交角 那我們求交角之後就是cosθ等於等下這個叫做n1這個叫做n 好還記得後面怎麼求嗎預備開始 下面呢好長度 就兩個像樣的角角的話就是可以這樣子求 好這個是假角 然後我們後來呢還學了點到直線距離公式 那這個是之前就學過了 那我們都會這樣子寫點到直線的距離就會等於上面的手 點帶路的絕對值 下面呢髮腔亮長 就是細數的乒乓盒 那我們現在可以說它就是髮腔亮長 好這是上禮拜講的 那今天呢我們會繼續說 來現在呢先要請你們在課本上補一個東西 就不在這邊嗎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個重點 就是你給你兩條直線方程式 你可不可以求他們兩個的角平分線 之前是給兩項要求腳平分線,兩項要求腳平分線 好,這兩條線就是我給你的,有點歪 反正是兩條直線,然後呢,我們要求的腳平分線呢,就長成這樣 你們很快耶 好,就是這樣,這是他的腳平分線 這裡是一個,然後這個也是喔 這樣也是腳平分線,你們覺得這兩條紅線有什麼特色? 垂直為何? 圈XX180,圈X90 所以你自己求出兩條紅線的時候,你可以檢查一下這兩條線有沒有垂直 這是一個檢查的方式 好,那我們來看,腳平分線有什麼特色呢? 如果這上面有個點P 到兩邊等句,到兩邊等句,所以我可以寫成這樣,這個如果叫他L1,這個叫做L1,那我們就會有個式子這樣 好,今天關鍵就是利用這件事 你知道線上的點,一定會滿足到兩條線的距離上等 那我們現在就要把剛剛賣去中文翻譯成數學的語言 點到直線的距離,就是點代入,我要代入喔,示範給你們看 有看到我把P點帶到L0嗎? 有 有 之前都是代入片的數字,直向是XY 下面是除以法勝量長度,可以告訴我是什麼嗎? 有 有 有 好,正好 沒錯 好,右邊會等於這個點到L2的距離 好,後面換你們寫,把它寫完 開始 謝謝 謝謝 酱油 生姜 好,如果你戴完後應該會像黑板上這樣 P點如果在角平分線上,它就滿足這個條件 就會滿足這個式子,那這個式子我們都會劃緊 那個我先把根號5除掉,這裡根號5除掉這邊是根號4 所以是這樣的人,好,上面有兩個絕對值 通常看到兩個絕對值,大家會很想要直接把它平放 讓它們冷靜,因為這個東西平放有點困難 所以我們看一下劃緊 如果絕對值A等絕對值B,你們覺得A跟B會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它們兩個就是正負的關係,A等正負 好,我們待會就利用這件事劃緊 好,那5啊,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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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啊 或者是負5啊,反正不管怎樣 就是它們頂多插一個符號 所以絕對值可以直接推到,這個拆了以後可以變成這樣 好,所以我們把這邊的絕對值同時拆掉 就會有一個式子二乘過去 好,上面到下面我只做幾件事情二乘過去 然後絕對值才掉加正 所以如果它等於正的它的話 就會是4X-2X 2X 然後2Y-4Y 過去是-4Y 2Y 加2-7 這是第一個,如果是正的的話 然後如果是負的的話 OK 好,你們待會有空檔的人啊,就是今天做的頁,都是先寫這個 因為這個待會上課就會用到,11跟15 好,這條線繼續,如果是減的話,就是4x加2x,6x,2y加4y加6y,加2加7加9的預定 所以這條線其實是2x加2y加3的預定 好,所以這個式子就整理成他還有他 好,重來一次,他如果在角平分線上,他就會滿足這個條件 兩邊距離相等,意思就是點到直線距離相等 化減完,xy就要滿足這個或這個 反過來滿足這個或這個,他就滿足這個,滿足這個就滿足這個 好,所以這兩個方程式就是這兩條線的方程式 好,問大家,請問這條,請問這個,2x-2y-5等於0,是這條還是這條? 這條,對,因為他寫去整2x-2y-5等於0,那這條就是2x加2y加3等於0 好,剛剛有說,有一個檢查方式就是這兩條紅線一定會垂直 會垂直的話,怎麼用紅線看出來? 斜律,每天看斜律,這條線斜律是1,這條線斜律是-1,所以他們的確存垂直 好,現在如果用上量,怎麼樣很快的看出他們垂直? 2x-2,這條線的法項量是2x-2,這條線的法項量是22 好,怎麼樣會垂直? 好,以前說交換差符號,這是後來的結果,交換差符號已經垂直 交換差符號的原因是因為內積是0,這兩個內積一下 檢查,我們內積一下,等於4-4是0 法項量垂直的話,這兩條線的交角就是90度,所以它不就是垂直 這是檢查 好,以上,這是今天第一個重點,給你兩條線,你可以求出兩條角平分線 而且你可以判斷哪一條是哪一個 好,接著我們要回來,這個句點欠大家,看起來太清楚了 這是我們點到直線距離公式,然後我們現在要證明這個式子的來源 好,證明的過程還好,但是它那個過程裡面,它切入問題的方式會跟你們做問題切入的方式 所以我會講為什麼會想到這些東西,大家就跟著 好,第一個,點到直線距離在這裡 你現在有點,有方程式,然後我要說服你,黃色這一段就是這個 好,那我們現在用香料的方式想 好,第一個關鍵,你們覺得黃色這個項量跟 這條線有什麼關係?垂直,垂直的話會怎樣? 分析等於0,分析等於0,分析等於0,這個項量跟這個方程式是垂直的 所以其實這個項量就是這個方程式的,髮項量 好,那你們覺得黃色等於AB,對嗎? 我們 還是你們覺得要這樣?好,那你們覺得這樣不是AB嗎? 有點感覺 有點感覺 不太確定 好,沒錯,我的確不確定 但是我保證,黃色這個項量跟AB有一個關係 平行 平行 OK 我解釋一下喔 這條線的法項量是AB 黃色這個項量一定是某倍的AB,這才可以介紹 因為它就是,對 那至於AB是長這樣呢?還是這樣呢?還是這樣呢?我也不知道 我只確定AB一定是垂直這條線 好,那再來,所以黃色這個項量的長度 就是這個距離 所以我真的要求的東西 就是這個項量的長度 再多次 看一下我寫黃色的這一項量 如果可以接受 我現在繼續看 好,N的方都有 就是更號AB方加B平方 所以目標要求T 有T我就有長度了 下一個有點藍的問題 你們可以寫藍色的坐標給我嗎? 用黑板上曾經出現過的英文 寶軒說X0加AT 你們知道他想什麼嗎? 就從這個點走某倍的法項量可以走到這個點 從這個點出發走TA跟TB就會到這個點 所以Y就是Y0加BT 然後這是第二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是這個 第二個關鍵是這個 看一下第二個問題 然後問一下旁邊而已 對 因為有人不信 很快也有30秒而已 確定 藍色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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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繼續 剛剛說球踢 TB 就有 就可以知道這個長度 好 我現在從這個點出發走某倍的法項量會走到這條線上 所以重點是要走到這條線上 這個點最大的特色就是他在這條線上 那這個點在這條線上 那這個點在這條線上 又怎樣 為什麼要接手 這個點在這條線上 所以這個點 代入 代入 就會是對的 好 我要代入囉 有點恐怖 無方化戰態 X等於加AT 誰加呵呵 我還點加VP 加C等於0 好 到這裡 那這個式子之後 我做什麼事嗎 對 好 再繼續 把這個點帶進去 那記得我們目標幹嘛嗎 變哪樣 變哪樣 早踢 早踢 有踢我們就有那樣 早踢 所以踢是我們真的要解的 我們把有踢的放一邊 踢 有幾個踢 A平方的踢 後面B平方的踢 好 所以A平方加B平方踢 就會等於 沒有踢的丟到有 然後又有了 負A mixed 負A particularly -ב -A -B � Mari -ểu -A A瓶棒加B瓶棒 他也是要目前為止重對 快要結束了快要結束了 大概再呼吸三次就可以了 那你先停止呼吸 欸我們現在要幹嘛 髮變成那樣 對好 這個是點到直線距離 就是這段長度 這段長度據說就是這麼長 所以我們來看這麼長是多長 好進來 那個髮線量長度多少 A瓶棒加B瓶棒 好好結束了 是吧 這邊是A瓶棒加B瓶棒 這邊是中號A瓶棒加B瓶棒 所以我把你變成這樣 有發現結束了嗎 就原來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 就會等於帶入的絕對是 處理髮像量長度 對 就這樣 好 你搶了這個風刺的風采 好本來這個在哪裡呢 這個本來是上禮拜 你看再把它拖到近點 感覺差那個在189-190 好從頭講一次幾個關鍵 第一個這個是某背的髮像量 我剛剛有說那個證明他不太會要你從頭寫到尾 但是這個想法是很常用的 這個是某背的髮像量 再來這個給眼督標就可以寫 我不要睡覺我看到他會騎不來 我會騎不來 好你不會騎不來 好啦 好 我相信 這個戲的髮老子 四個月 係有失誤嗎 他忽我 這個不能休息 OK 點到直線距離 ziękuję 好 dud 不行,我要左邊,左邊,左邊 這個蠻好 撐著Avada 超 abdominal Ber MG 背部位本人 這位柄스테 官方 inches 我要右邊 下面 這個Ber MG 這次是卡牌的樣子 我們可以抓到一點空檔 好 起床 哇 好棒喔 好 下次可以多休息 起床 對 就起床了 差不多這樣 好好玩喔 對 這裡 這裡超重要的 對 好 本日最大重點就是他 好 科技無本事 欸 你們先看一下那個 喔 對喔 好像對你們說在地底頁喔 是 忘記了 欸欸欸 好 173 欸 你們覺得我寫這個式子是對的嗎 想 想 問問 你們兩個長不一樣 好 那原則說把它拆開 像這邊的話會是 A長 B長cosθ 這邊是A長 B長5 cosθ一定是小5等1 所以一定越乘越小 都會比較少 好 這是這個 然後那個長焦呢 他是說 他是這樣說 我們說內積呢 你可以左邊 你可以把它想成 影子乘以這個長度 右邊是這個長度乘以它 所以感覺就是右邊的大 有絕對值 所以不用考慮正負 好 我把剛剛那個cosθ的事情 要講清楚 好 因為 cosθ一定是 戒在正負一之間 所以它絕對值小於等於E 所以 A Bcosθ的絕對值一定會小於等於A長 跟B長 所以這件事情是對的 所以這件事情是對的 好 這是第一個 你們要會的事情 就是這個式子是對的 然後還有為什麼 因為它多成了cosθ 好 第二個 所以我現在知道 左邊通常比較小 偶爾會想等 什麼時候會想等 就是對大家說 cosθ等於E的時候 cosθ的絕對值等於E的時候 他們會想等 好 我先解釋一下這個符號 等號2撇2撇 這個是五個中文字的縮型 這個叫做 等號發生在 就會寫這樣 今天會一直這樣子寫 好 等號 就是左邊通常都小於右邊 但是偶爾他們會想等 什麼時候呢 絕對值cos等於E的時候 絕對值cos等於E 那就是cosθ等於E或負一 好 完了 忘記了 cosθ等於E跟負一 角度是幾度 0度180 很好 0度180 兩個項量如果它的夾角是0度或180 我們會形容這兩個項量怎樣 平行就是這樣或這樣 平行 所以其實就是A平行B的時候 好 從哪一邊 左邊小於等於右邊 它們平行的時候就是等於的時候 好 這是第一個怎樣回的 好 接著 我們說呢 我們說呢 坐標 不是不是不是 向量我們都可以把它加坐標 我現在就加坐標 如果A向量是A1 B1 A1 A2 B向量是B1 B2 好 為了待會兒好算了 正都是正的 所以平方以後也還是對的 它符號超多的 A內積B的平方 用這個表示 準備好了嗎 開始吧 開始 A1 B1 加A2 B2 的平方 內積的平方 會小於等 A長度 A長度 A長度是什麼 A1平方 加A2平方還更好 但是用它平方 A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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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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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B2 B1 B2 B2 B1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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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3 B3 B2 我寫白了嗎?A1 哪裡喔? 沒有,它大概有點相反 就是它是這樣子,一樣 反正一定是這個比較大 好,然後這個呢,寫出來 你知道它是科系不等式,但有看沒有懂 我現在來感覺它一下,事情是這樣子的 你先看左邊喔,它左邊會是A1乘B1 然後把它們加起來,然後接著才平方 好,用同樣的想法,右邊你是先做哪一個運算? 好,平方,右邊先平方 然後接下來做的事情是加起來,然後乘起來 好,我把這個關鍵寫出來,所以像是這樣 先承,然後再加,然後再平方 小魚的魚,先平,然後再加,然後再承 比較好記啊 好,所以呢,我把剛剛這個東西講起 它有個名字,這個是叫做陳嘉平 很像一個名字嗎?很像五班 就是抽到某號陳嘉平 陳嘉平,小魚等於,右邊就會叫做? 平家成 平家成 好,課本是寫法,課本是寫平家成大於等於陳嘉平 那沒查好 好,所以你們把那個黃色的架構,這個笑臉的 還有它叫做陳嘉平,寫在那個課本上 好,謝謝 好,這個卡住,另外,那應該有什麼 好,我們在那邊要繼續了 好,現在已經知道一件事了,就是陳嘉平 一定會小一點的平家成,因為從上面來 我們來試帶這個數字,現在才能夠 隨便帶 那個隨便帶就是隨便帶 就是你們選四個數字 對記好一點,我記得要算 好 一二三四,你們自己選了 一二三四,那我們就開始很大 按照上面這個數字 一二 你們太吵了 你們太吵了 康瑟琳 你們太吵了 好,繼續 來個一二三四 這是大家自己說的 一二一二 那這邊就是一二 三四,我用另外一個顏色 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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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可以嗎? 聽說左邊會比較小 偶爾會相分 唉,開始算吧 這是十一的平方 一二一 右邊,這個我算 這是五 好,這是你們算 二十五 好,一二五 我根本幫你們算 五三二十五是一二五 一二五 差一點點 但是右邊這個比較大 好,再來,再這邊有一些 af 零零零零一 零零零零零 那就是平等理 也很相等的 我看新的一个 来的有负号的好不好 都负一负 还不用 我帮你们选负一三 你们再选一个 负二四 负一三负一三负一四 负一三负二四 好开始填 -1,3 每次填完左边,我就会填右边 -1,3 这个记得是这样的评报 然后-2,4 好,请算,开始 14的评报 19,6 右边,我算这个,这个是10 然后换你们算这个 20 然后200 好 还是一样右边比较大 刚刚那个应该填的都蛮随便的嘛 -1,3,2,4 我只负责说了3而已 其他都是你们讲的 那你会发现 你只要满足乘加乘 然后右边是乘加乘 一定是右边比较大 偶尔会相等 记得刚刚说什么时候会相等吗 平行的时候 这两个项量平行的时候 他们会相等 平行的话这两个项量 会乘比例 那来吧,哪一个乘比例 1,2,2,2,4 1,2,2,4,8 1,2,3,6,好了 因为如果太多2的话 不知道哪一个22 1,2,3,6,这样 乘比例,好,开始填 1,2 1,2 然后3,6,3,6,3,6 3,6,3,6 3,6,3,6 先抢先赢,我们要算哪一个 我抢5 比较快 这个 15 15 225,15的比较高 25 好,就想等 好,我现在带了三个例子 1,2,3 通常都是右边比较大 但乘比例的时候会相等 所以从后再讲一次 柯系 乘加平会小于等于平加乘 然后等号会发生在他们乘比例的时候 也就是A1,B1,B1等于A2,B2的时候 好,这个是一套的 这个跟这个要习近 那这边有个小小的细节 就是 譬如说如果你的上量是 2,0,3,0 你们觉得这两个相量平行吗? 2,0,3,0 也可以,但是我们就不会说 2,3等于0,0,0,0 就是乖乖的 所以这个有时候为了避开有0的状况 它会写成A1,B2等于A2,B1 但我觉得记这种红色都很烦 记得它背后的就是 你要平行 就这样 好 所以你们把A1 我已经读了 那个 右边乘加平平加可 然后你们在那个 它后面不是有写等号 成立于A1,B1,A2,B2的时候吗? 你们在旁边强调它的意思是 A1平行 A平行B 强调这件事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到第174页的那个力量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看到第174页的那个力量 请大家先把题目念一遍 因为这个题目的样子就是你们今天最要回的 等一下 这个怎么回事 好 定题目 预备开始 好 我把题目很简阅的写来的 就是 XY属于R 然后3X加4Y的A1 最小值 好 那它有很多细节要讲 但我们现在呢 目标明确 就是我们现在先会使用科系不等式 任何时候你想要使用科系不等式 你都先把它的架构写出来 就是 成加平 我每次画这个都会形形很好 小于对于 平加成 好 那好了之后呢 你要开始玩填控 填控的原则是 你们刚刚有试填过 你会发现怎么填都是对的 但是你现在填的目标 要是可以帮助你解题 所以你尽量把题目有的东西填进去 那通常呢 我们会从平方左手 因为平方比较难处理 好 所以先问大家 你们觉得 它 X平方跟Y平方 会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对 应该超明显 那就填 X跟Y 填了这边以后 那边要跟着填 然后这个已经填了 OK 接下来要换它 3X加4Y 你们觉得它是在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左边 那边要3X加4Y 这边就会3 这边4 那这边就跟着3跟4 一次都填两边 填完了之后 就好了 把你有的东西带进去 5平方小于等于25的X平方加Y平方 所以你得到一件事情 叫做X平方加Y平方大于等于1 题目问什么 这个最小值 它大于等于1 所以你可以 是不是就很想要说一句话 它大于等于1 如果是填充题的话 就会让人很想写X平方加Y平方的最小值 就是1 实际上可以打解也是1 但如果是计算题不能这样 现在这边有句话叫做本能20岁之后的体重大于等于40公斤 本能就是我啦 好 你们觉得我可不可以下一个结果 谁 回去再看 那个 那个 再这样 就是如果说我20岁之后的体重都大于等于40公斤 那你们觉得我可不可以这样做 就这件事情是对的喔 本能20岁之后的体重最轻最轻的时候是40公斤 你们有感觉到这两句话有一种微妙不同吗 就是我想大家 两个大家都还20岁 我想大家18 不对两个18 可恶 我想大家15岁之后的体重应该都大于等于30公斤 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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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是吧 对 那我可以 我应该没有办法说你们15岁之后的体重最轻30公斤 好 那个微妙的差别就在于到底有没有发生40公斤的那一天 所以我们就有感觉到这里随便你讲嘛 我大于等于算10啊大于等于10啊之类的 好然后那个 但是反之所以我讲不一定有那一天 但是这句话都还是对的 我讲这句话我并没有骗的 只是我没有发生40公斤的那一天 所以回来这里一样 你知道他到底等于1 但他会不会有等于1的那一天 不知道 我们就要去说服别人他真的有等于1的那一天 所以什么时候会等于1呢 就是这个这边等于的时候就是这边等于的时候 那刚刚有说等号会发生在他们平行就是乘比d的时候 3 4跟xy乘比d的时候 所以等号发生在x比3等于y比4 这个是知道什么乘比d的时候 好然后同时我又知道3x加4y等于5 所以你就可以解连力-xy 这个解法有很多 不过通常引力这边等于t会好解一点点 但我自己觉得没有办法 那个如果这边是t的话 那x就等于3t y就等于4t 你们还记得我们要干嘛吗 对我们要代入因为我们要解xy 所以这个再进去是9t加16t等于5 25t等于5 所以t等于5分之1 好我们要有x跟y 那这样的话x就是5分之3 y等于5分之3 y等于5分之4的时候 他们会成比d 他们会成比d 就代表这个等号发生的 所以正式的写法应该会这样写 对我们要解释 当x等于5分之3 y等于5分之4时 x平方加y平方有最小时 1 你可以透透检查 5分之3等于5分之4的平方 5分之5分之5分之5 所以是1 好 那我就说服你真的有发生那一天 我真的有一个xy 让他最小时是1 好完蛋 对啊 对啊 我没有上到 我没有上到 好 那个可以关掉 好 先休息啦 好 好 先休息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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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 我的 好 好 好 噢 好的 好